北市議會開會前 市長柯文哲 緊急開記者會 頭上三把火 柯市長挺身捍衛公僕尊嚴 因為不滿尋答 變成公審 北市議會財政委員會上 帶風向的帳號持有人排排座 其中北市府運輸資訊科長林玉生被市議員苗博雅 要求公開唸出自己PTT的推文 被柯市長點名的是議員苗博雅 上火線澄清 純粹希望市府職員上井發條 別用上班時間發文 既然公務人員有不滿想宣洩議員給建議 何不成立專區 成立一個網站 叫靠XX議會 這個建議很有創意 我想想看 把台北市政府的電腦對外的聯通全部砍斷 我想我也不會幹這種事 要求自律也兼顧內部言論自由 柯文哲挺職員 只是上班發文 如果又被抓包 就不知道台北市民買不買帳 進行文王志恆 董宥俊採訪報導 我們沒有資料 我們沒有資料 要求到台北市民市場 交易局政務省 要求再保護 這裏的信息 是很危險的 可危險